黑袍纠察队第四季第四集正式上线 祖国人将重返自己儿时的实验室 修复自己身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星光和爆竹女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一场在所难免的巅峰对决即将上演 故事紧接上一集的结尾 在听到自己的心声之后 祖国人也决定重返最初研发自己的实验室 看着突然到访的祖国人在场的工作人员惶恐不已 然而在察觉到他并无任何威胁之后 大家也消除恐惧凑上前 打开祖国人带来的蛋糕开始大口吃了起来 望着这一群从小陪伴自己长大的实验人员 祖国人的脸上也露出了他那标志性的假笑 比例身体之中的寄生虫不断在他的后背蠕动着 这也致使他当即头晕目眩晕倒在了地上 恍惚之间他再次看到了蚁王的妻子 不断催促着他让他赶紧站起身来 现在唯一能促使着他继续对抗祖国人的 也许只有自己妻子临终前的那句嘱托 修医父亲的病症日益恶化 国会新发布的反超英一案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所有人都认为此法案对超级英雄很不公平 就在国会议员鲍博一筹莫展致计之时 星光这时突然找上门来 显然鲍博对所有超级英雄都没好感 星光也直接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 当下只要法案通过就会断了沃特公司的财务 因此肯定会有大批的民众持反对意见 不过他可以利用自己星光的身份去拉拢明星 只要鲍博保证他一定将此事进行到底 他们就可以一举摧毁沃特公司和他的超级英雄 看着同伴忧虑的表情 星光也意识到出了问题 火然推开门看到马路对国正在搭建舞台 智者打算利用爆竹女的手秀将星光拉下水 现在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转播爆竹女的手秀现场 不计其数的自媒体也开始捏造星光的负面新闻 利用大数据将这些新闻推送给那些潜在用户 让他们不明所以的就开始对星光产生厌恶的情绪 智者走到爆竹女跟前询问他准备的如何 爆竹女表示他这一辈子都在等待这一时刻 他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星光被世人所唾弃 为了以防万一智者给了爆竹女一个平板 让他作为杀手锏留到最后收藏用 看着平板上的内容爆竹女欣喜不已 对智者的态度也有了360度大转变 反超英小队来到星光之家询问星光有何应对之策 看着紧跟进来的比利星光明显有些生气 即便马文表示是他让比利重新归队的 但星光依旧表示自己根本就不信任他 随即走到比利的跟前开始指控他先前的作为 当下他就应该将自己灌醉然后等待死亡的将领 比利听此之后本打算起身离开 但马文却将他喊了下来 马文告诉星光比利有着超过他们所有人的独特见解 只有他在才能破获祖国人和智者之间的阴谋 虽然先前他就是一个无恶不赦的混蛋 但眼下唯有这个混蛋能拯救他们于危难之中 无奈星光只能暂时接受比利重新加入小队 重新掌权的比利当即走到了最中间 向他们三人开始分配每个人的任务 他询问星光爆竹女为何与他为敌 星光不愿说出实情因此搪塞了过去 比利也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转头让马文准备一些钞票 这位枪炮小姐即将要登上热搜榜第一名 虽然很不情愿但马文还是照着比利所说开始干活 此时爆竹女的首秀仪式也正式开始 先前的那个神父也重现在了大众的视线当中 实验室中的祖国人喊来了一名工作人员 让他跟自己玩一把投球游戏 一番较量下来明显工作人员更胜一筹 祖国人边玩边回忆着之前 他们在自己身上做的各种实验 那段痛苦的回忆让他至今都无法忘怀 祖国人强压怒火继续玩着投球游戏 而一旁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已然察觉到了不对劲 想要阻止显然已经为时已晚 祖国人打开实验舱让那名工作人员体会自己儿时的痛苦 为了自己的家人工作人员只能只身走进去 他想向祖国人道歉 但祖国人根本就不接受 伴随着实验舱启动那名工作人员化作了一滩血水 祖国人投出了最后一枚纸团原谅他 修一让习美子陪着自己去见了火车头 他希望火车头可以给自己一些五号化合物 但火车头却表示祖国人将所有化合物都锁在了他的公寓之中 看到火车头执意不肯帮自己修一搬出了被他撞死的女友 但显然火车头依旧不为所动 直到修一表示他的父亲性命危在旦夕 他恳求火车头可以看在他女友的份上帮他最后这一次 听此本身就心存愧疚的火车头答应了下来 转头瞬间消失在了两人面前 对于修一今天的所作所为 习美子有些难以理解 他认为修一应该顺从自然法则 不应该去改写任何人的命运 就在两人谈话之际远处的杀手突然对着他们疯狂设计 逃跑过程中修一一不小心摔断了脚踝 而刺杀他们的人正是先前习美子在人贩子基地遇到的那名女孩 习美子搀扶着修一进入到了大楼之中 拿起一块木板暂时固定住了他受伤的脚踝 掏出手机告诉修一外面的火人是来刺杀自己的 随即表示他们必须跑回到货车上面 但修一却表示自己这情况根本就跑不了 为此习美子当即扯下一块铁板让他当作护盾 拿起一把小刀交到他的手中作为武器 简单演示过一遍之后两人也开始了极限求生 虽然爆竹女的手秀在网络上引起很大的轰动 但前往现场观看的观众却寥寥几人 后向比利一拳放倒了一名守卫 潜入转播车的停车场准备大干一场 马文询问他要钞票的用意 比利表示是用来引导网络舆论 无意间比利大脑之中的黑块再次作祟 马文也意识到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比利恳求马文一定要将莱恩从祖国人的手上救出来 因为此时她妻子的幻象再次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看着比利苍白的面孔马文只能无奈同意了下来 谈话之际爆竹女刚好从两人的身旁走过 两人走上前叫停住了她 爆竹女也认出了他们的真实身份 本想上前给两人点颜色看看 但比利却表示她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给她 随即讲出了她之前跟未成年的丑闻 并拿出现场的照片展示给她看 面对事实爆竹女也无话可说 比利询问她智者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如果她不回答自己就将此事传到网络之上 然而却没诚想面对威胁爆竹女根本没做妥协 直接将自己的照片发布到了网络之上 随即转头告别了两人 来到台上借助着道德制高点将自己洗白 之后开始接二连三地曝光星光的丑闻 这也让电视机前的星光承受不住压力转头离去 法兰奇也意识到比利的计划失败了 不过比利却将爆竹女的车钥匙递给了她 让她去爆竹女的车上仔细搜索一番 来到祖国人房间的火车头发现了祖国人的毛发 一番搜寻之后终于找到了五号化合物 刚准备离开之时恰巧撞见了艾施丽 看到艾施丽来祖国人的房间是为了上厕所 火车头也露出了嘲笑之声 看到他们都同时记恨祖国人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 毫不知情的祖国人此时叫来了另一名工作人员马蒂 马蒂知道自己之前在他身上犯下了太多罪行 因此试图拉拢祖国人让他放下对自己的仇恨 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奏效却没成想祖国人突然提到了那扇红门 听着他不断陈述着当年的事情 马蒂也意识到了情况不妙 果然祖国人让他当着自己的面做他先前做的事情 并喊来实验室中的其他人上前为官 看着马蒂祖国人不断大笑嘲讽着他 为了活下来马蒂只能听起各种歹步 终于马蒂忍无可忍停了下来 祖国人也毫不客气地给他穿了一个洞 就在祖国人玩得不亦乐乎之时 实验室的管理巴巴拉这时刚好赶了过来 祖国人也毫不客气地直接踩碎了马蒂的脑袋 巴巴拉希望祖国人可以跟他好好谈一谈 祖国人也直接转身向着鸿门走去 西梅子在前面为秀依杀出了一条血路 一转身却被女孩一枪崩碎了身体 看到自己最强的后盾碎成了两半 秀依也来不及多想象着后面堕落而逃 冲出掩体跟歹徒扭打在了一起 面对训练有素的歹徒秀依明显不是其对手 眼看歹徒拿刀刺向了自己 关键时刻秀依出刀救下自己一命 走出房间看到西梅子已然和那名女孩扭打在了一起 一个回合女孩就被西梅子打倒在地 西梅子走上前想将女孩拉起 但女孩却拒绝了她的好力 开始回忆起两人之前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她身上的伤疤就是拜西梅子所赐 因此自己记恨她一辈子 此时的西梅子已然开始落泪 想要取得女孩的原谅显然是不可能啊 她搀扶着修依离开了大楼 只留下女孩孤零零地坐在地上 法兰奇潜入豹主女的房车四处搜寻着 在她的床上看到了智者给她的平板 看着平板上的内容 法兰奇也意识到大事不妙 外面的豹主女还在不断爆料着星光的丑闻 没想到她居然掌握了星光的就诊记录 听到她说自己身为基督教徒而去堕胎 忍无可忍的星光当即就冲了出去 来到舞台上对着豹主女就是一顿暴揍 现场也瞬间乱作了一团 豹主女没有反抗 任凭自己被星光各种拳打脚踢 法兰奇那边也恰好遇到了可以伸缩的神父 察觉到不对劲的比利和马文赶紧前去救场 看到有外人闯入神父当即伸长手臂 将法兰奇重重摔在地上 比利借用叶弹直接冰冻住了神父的手臂 用力一敲直接将其敲成了碎片 星光的暴行无疑正中智者的吓坏 他就是故意让豹主女惹恼星光 然后让全世界都看到星光在大庭广众之下使用暴力 要不是马文及时上前阻拦 星光还沉浸在暴怒之中无法自拔 看着网络之上已经炸开了锅 智者深知自己的目的达到 只有一个胳膊的伸缩人 依旧能将比利打得毫无任何还手之力 弥留之际无数自己妻子的声音不断在他耳边回荡 伴随着一声惨叫 伸缩人被抱成了碎片 其他人此时也赶了过来 没人察觉到比利的不对劲 悲弃法兰奇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回到坏房间的祖国人和巴巴拉粗细常谈 巴巴拉也看出祖国人是因为害怕 才来到这里残害其他人 他宛如一个母亲一般不断安抚着祖国人受伤的心灵 晚上智者找来深海告诉了他自己的秘密 为了阻止自己的大脑继续生长 他需要每天用一根铁棒不断刺激他 当下他需要深海来帮自己这个忙 无奈深海只能听从他的安排 从智者的眼睛中将铁棒插了进去 很快星光暴行一事就在网络上铺天盖地地传播起来 星光也明白自己今天的做法 让所有人陷入到了绝境之中 鲍博打来电话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今后他们之间再无任何瓜葛 挂断电话的星光暴头开始痛哭起来 晚上火车头将五号化合物交给了修一 看到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了自己 修一也决定跟他兵士前嫌握手言和 火车头走后比利从墙后面走了出来 修一告诉了他要五号化合物的用途 但比利却表示五号化合物 根本不能缓解他父亲的病状 之前自己就试过这一方法 但显然根本就不奏效 听此修一也遗憾地转头离去 对于房车上的事情比利一无所知 他也不知道在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自己必须完成妻子交代给他的事情 在命运的抉择下 修一并没有给父亲使用化合物 看着已经拔下氧气管的父亲 修一难过不已 母亲的突然出现吓了修一一跳 他来到外面打算冷静一下 之后回到病房打算陪伴父亲最后一程 监视器响起的警报声让修一疑惑不已 此时一股蓝色的液体通过针管 快速流进了他父亲的身体之中 父亲在经过一阵剧烈的颤动之后 睁开了眼睛 坏房子中只剩下了巴巴拉一人 而祖国人也为自己刚才杀人的快感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